很多台湾民众看不下去了 准备要告洋状了吗 原来是因为呢 现在整个台非关系很紧张 那么立委呢 卢秀燕在台中举办的园游会当中 现场拒绝了超过百人 立下抗议版联署 尤其呢 美国白宫网站上 还有网友已经发起联署呢 希望一个月可以达到十万人联署 怒吼口号 向百名台湾人聚集台中律元道 要向菲律宾讨回公道 抗议版上由上往下 由左至右 民众拿起黑笔 接力签名联署 目标一致 就是要菲律宾立刻道歉 要跟我们道歉 他们这样太过分 怎么可以欺负我们 吴谦言 因为太过瘾 没有人道了 台湾人民全体不满的话 对于台非情义会有很严重的影响 我们希望菲律宾政府 赶快结束这个事件 向我们道歉 签名联署活动集结民怨 同时在网路上更有具体联署作为 因为在美国白宫官网上 开放提供民众联署 只要在30天内超过10万人联署的事件 美国总统欧巴马就会受理并且回应 有网友针对台湾船员被杀害事件 在5月15号发起联署 截至目前为止 已经超过3万人上网联署声援 我们大家会去发动 希望台湾至少超过10万名以上的网友 大家上白宫的网站去表示我们的愤怒 也希望白宫总统 美国总统欧巴马给我们回应 民众抗议菲律宾的恶劣行径 干脆透过民间联署 外交网路联署 双管旗下 不等政府有任何明确或具体作为 这一次民众网友串联 要直接跨海告洋状 中心新闻陈思远张俊农 S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